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国领袖对江泽民的离世表达哀悼 联合国安理会在开会前 默哀悼念江泽民 各位 阿黄善河 本港新军病毒个案 近三个月以来再次破万宗 新增10,137宗 多15个患者离世 本地个案占9531宗 当局说自上个月中 个案稳步上升 过去一个星期 平均每日中数较之前一个星期 升8.4% 污水监测方面 这两日的人军病毒含量 原告于9月初的高峰 接近3月初 即是第五波高峰那阵的数字 软射确诊数也高过 8月底9月初级高峰水平 1819间学校 情报1284宗阳性个案 有19间学校各有一班 因为有聚集个案 暂停面售货一个星期 输入个案新增606宗 当局说过去几个星期 输入个案数字较平稳 多15个患者离世 过去一个星期有115人死亡 较之前一个星期急增4成7 政府说 还密切监察中疫情变化 现阶段不会改变任何防疫政策 其实政府一直都是用一个精准抗疫 科学的数据去看情况是如何 而且我们也看得挺紧的 所以希望在疫情的变化 很微小的变化时 我们也可以很快地掌握得到 现时我们也觉得 还有空间可以观察多一会儿 看看情况是如何 所以相对来说 我们其他的社交距离措施 这些全部都不会放宽 我们也没去到一个要收紧的地步 人至去年年底 望月楼感染群组届 两个前国泰航空服务员 检疫期间违规外出和吃饭 违反防疫规例聚成 是冬区裁判法院各被判囚百星期 46岁黄玉龙和45岁刘洛宏 去年年底先后有美国反港 根据卫生署的规定 除了必要活动之外 必须自我隔离21日 但黄玉龙底庚第二天 离开住所探望刘洛宏 刘洛宏底庚后两天同亲友 去到九龙堂又一城望月楼吃饭 两人之后确诊 默玉龙也出现感染群组 累计多人确诊 两个被告早前被裁定 作为一个需遵照医学监察规定的人 没有遵照卫生主任所指明的条件罪 前国家主席江泽民逝世 行政长官李家超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等 下午去到中联办调言 在中联办设置的灵堂中央写信 沉通悼念江泽民同志 行政长官李家超 向江泽民的遗像鞠躬 到场调言的 还有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 中联办主任陆环宁 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多个中央驻港机构 驻港解放军代表等 亦都有特区政府国师局长 行政会议成员和立法会议员等 中联办外面 亦都设有吊燕柱和花坛 不少市民献上白花 并流言悼念 中联办等多个中央驻港机构 和特区政府建筑物等 亦都下半期悼念 中联办照早举行升旗仪式 国旗升至旗杆顶之后 再慢慢下半期 门外原本红色的地毡 换上灰色 中联办副主任陈东 亦都到门外视察 中联办即日起 直到追悼大会当日 在大楼内设灵堂 分上下五宫各界吊燕 但要提前预约 当日要提供即日发测陰性证明 或者24小时内核酸检测陰性证明 依着要缩木 不能够戴手袋等 市民亦都可以到大楼外的花壇献花 他是一位我们都非常尊重 和正配的一位领导人 第二方面 其实我们本身 我们两位都是交通大学的 毕业的学生 所以他对于我们来说 都是一个学长 那时候他是交通大学 那时候我们都觉得他是挺清晰的 就是帮助我们的学校 和我们整个学校的发展 另外就是他对整个国家的发展 都是做了挺大的贡献 駐港国安公署 外交部駐港特派员公署 也都有下半期 今次经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之后 国旗和区旗也都下降 特区政府多个建筑物 包括特首办 政府总部 立法会和司法机构等也都下半期 在澳门、中联办、政府总部 和金莲花广场下半期 澳门中联办也都设灵堂 澳门行政长官何一成 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口华 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 前行政长官崔世安等到场调宴 无线电视记者陈金布报道 新加坡、日本、俄罗斯等多国领袖 对前国家主席江泽文的离世表达哀悼 联合国安理会在开会前 默埃悼念江泽文 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三开会 讨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扩散议题 全体代表在会议开始前起立 为前国家主席江泽文默埃一分钟 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感谢安理会 安排麦哥仪式 说江泽文离世对中国政府和人民 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他在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期间 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步 做出了杰出贡献 也为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做出了重要贡献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同日发声明 对江泽文离世心表悲痛 古特雷斯说江泽文坚定倡导国际参与 中国取得的巨大经济进步 以及成功加入世贸组织 都是江泽文任来的标志性成就 古特雷斯又提到自己担任桃桃牙总理期间 和江泽文展开的优异合作 确保澳门主权顺利移交给中国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向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言涵 对江泽文离世表达最深切的哀悼 说江泽文带领中国经历关键发展时间 他的稳健领导和对改革开放的决心 对中国融入全球经济 以及登上世界舞台至关重要 李显龙又说江泽文为扩大新中两国关系 作出巨大贡献 日本首相岸田文同在燕殿里面 对江泽文离世心表悲痛 说他推进中国改革开放政策 并且在1998年 成为第一位正式访问日本的中国国家主席 对日中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俄罗斯总统普京 亦都向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燕殿 说江泽文的名 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 国际地位加强的重要历史时期 紧密相连 又形容江泽文是俄罗斯的忠实朋友 对俄中关系发展作出不好股良的贡献 无线电视记者曼希信报道 一时回来有其他消息 欢迎新闻时间 这次先看财经消息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料 本港全燃经济负增长3.2% 香港重商会认为本港劳动人口严重短缺 政府需要正视问题 本港经济连续三季六得负增长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一个论坛支持的时候 说香港经济极受外围环境影响 预计全年经济负增长3.2% 世界正是出现百年未变的大变局 加速演变 政治经济形势风起云涌 不同经济体之间的竞争和合作关系 也都变得异常复杂 作为一个细小自由全开放的经济体 香港是极受外围环境影响的 但是这个不影响到我们全力要稳住经济 推动发展和力求增长的动能这些努力 香港总商会说人口老化和移民潮 令到本港未来20年的劳动人口 或者会减少三分之二 人口收缩的速度如果较生产力的增长率快 经济就会出现衰退 因为政府应该正视问题 大家都明白有很多人才的外流 也有很多外来人才不愿意回流回香港 因为这个防疫的措施 在短期里面来说 我们必须将我们抢人才的措施 是能够和外面的国家抢人才的条件 是相等甚至是个之而无不及 未来的时间 香港在劳动人口 都是有缩减的情况 我们必须要考虑如何输入勞工 当然包括专才才能够解决到香港未来的需要 梁兆基说虽然目前本港难与内地通关 但期望政府能够和内地 商讨更加宽松的出入境限制 即使是有限度放宽冷地的人员往来 也都有利本港经济恢复 明年经济很大机会回复正增长 无线电视记者热正报道 降过升幅收窄未能稳守万九点 美国联储局主席白威尔表示 最快今个月放慢加息步伐 行指高开461点 升幅随即扩大至640点 但其后无以为计 美市升幅曾经收窄至不足100点 收市报18736点 升139点 但成交易路得1985亿 美国第三季国内生产总值 向上收定至升百分之2.9 高过市场预期 出口相关股新周国际升百分之7 是全日表现最好蓝筹 另一出口股创科实业升百分之4 港交所升超过百分之3 见8月底以来高位 百度明年将会扩大自动隔洗平台业务 股价升半成 阿里健康获大行相计畅好 股价升超过百分之3 电池级碳酸里价格下跌 利好电动车股 小鹏预计今个月交付量将会重上过万价 股价升一成二 吉利旗下电动车品牌极黑 上月交付量按年升近4.47倍 吉利升近百分之2 澳门上月倒收按年跌超过五成半 并超过市场预期 不过瑞进发表报告 仍建议趁低吸纳博彩股 因为行业未来仍将受惠于内地开放 一种博彩股不跌反升 微高霉升一成 榮里升超过百分之9 由内地省份最新入选的大量采购药品 平均降价幅度达到四成八 加上国家药监局公布禁售药物名单 多只医药股认升下跌 整日跌百分之8 是全日跌幅最大蓝筹 无线电视记者继续报道 提提欧洲股市最新表现 英国富士100指数跌不够一点 法国CAT指数跌4点 德国Dex指数升43点 拿台区主要股市全线上升 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的讲话 加市场普遍预期温和 日本股市中止四年跌 升近百分之1 软银集团升超过百分之1 韩元建五个月的高位 南韩股市靠稳 台湾股市逐建三个月高位之后 收市升近百分之1 澳洲回矿股继续做好 澳洲股市也都升近百分之1 而内地股市就继续做好 四大指数连续升为高收 当中深圳创业板指数 升幅超过百分之1.5 消费、教育、软件股上升 中药、疫苗、煤炭、房地产股下跌 糧市成交增至超过一万亿元人民币 澳门上个月博彩收入回落 分析认为内地防疫措施逐渐放宽 明年的博彩收入有望重上千亿澳门元 近日包括广州等多个内地城市 开始陆续松绑防疫风控 不过持续多时的措施 影响澳门11月博彩收入 岸年跌5.5% 只是录得近30亿澳门元 差过市场预期的跌4.7% 降月比较也转跌2.3% 结束持续三个月的升势 头11个月合计 博彩收入只有约387亿澳门元 有赌场营运商说 近期房奥旅客明显回落 期望内地和澳门政府 能够加快落实清晰的检测标准 带动旅客回流 相信其实定了这个检测标准之后 内地的旅游限制是会逐步放宽 希望去到春节假期那时 就会有一个好一点的带动性 现在要看就是在那个build up那里 究竟是需要多久的时间 那么每次增加放宽的力度 究竟是来得有多大 有分析师就认为市场需要时间 消化防疫政策的走向 博彩业整体至到春年第二季 才能够出现比较明显的复苏 我相信那些居民都需要一些时间 了解最新的出入境措施 12月应该就不会太好的 但是你说去到 因为一月之后就是新年了 理论上新年春节假期 就会好一点点 我相信未来明年可能 第一季都应该会差一点 因为我们觉得如果要全面放宽 应该要等到明年的三月之后 我们暂时预计大约 差不多1200亿澳门元左右 分析有提到 虽然六间博企成功过渡新赌牌 但政府即将重新分配倒桌的数目 同时非博彩元素的投资规模仍然有变数 估计未来会继续影响博企的盈利表现 无线电视记者盧培音报道 转带其他消息 已过英雷王的女士重兼知己克西 被子言探涉及种族歧视 她道歉并辞职 83岁的克西 在皇室事务中长期担当重要角色 是王储威廉的教母 她星期二在白金汉宫的一个活动里面 问一个慈善组织的黑人创办人 库拉尼来自哪里 库拉尼虽然回答自己是英国公民 在英国土生土长 但克西仍然不断问她来自非洲哪个国家 库拉尼事后说 对克西的言论感到震惊 认为是种族歧视 克西就事件道歉并辞职 白金汉宫发声明 说克西的行为不能接受 令人极度遗憾 江泽民细细 尼家超和林郑英等各界人士到中联办调研 本港新增过万宗新冠个案 政府说现阶段不会改变任何防疫政策 内地新增三万多宗新冠病毒本地个案 北京感染数字突破五千宗 各位我是列宗宗 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细世 行政长官李家超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等 中下午到中联办调研 中联办设置的灵堂中央写上沉痛悼念江泽民同志 行政长官李家超向江泽民的遗像骨弓 道场调研的还有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 中联办主任洛惠宁 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多个中央驻港机构、驻港解放军代表等 亦都有特区政府各司局长 行政会议成员和立法会议员等 中联办外也设有调研柱和花坛 不少市民献上百花并留言悼念 中联办等多个中央驻港机构 以及特区政府建筑物等 亦都下半期悼念 中联办照早举行升旗仪式 国旗升至旗杆顶之后 再慢慢下半期 门外原本红色的地毡换上灰色 中联办副主任陈东 亦都到门外视察 中联办即日起至追悼大会当日 在大楼内设灵堂 分上下五宫各界吊宴 但要提前预约 当日要提供即日发策音声证明 或者24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依着要缩目 不能够戴手袋等 市民亦都可以到大楼外的花壇献花 他是一位我们都非常尊重和正配的一位领导人 第二方面其实我们本身 我们两位都是交通大学的毕业的学生 所以他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学长 那时候他是交通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都觉得他是挺清晰的 就是帮助我们学校和我们整个学校的发展 另外就是当然他对整个国家的发展 都是做了挺大的贡献 駐港国安公署 外交部駐港特派员公署也都有下半期 今次经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之后 国旗和区旗也都下降 特区政府多个建筑物 包括特首办、政府总部、立法会和司法机构等也都下半期 在澳门、中联办、政府总部和金莲花广场下半期 澳门中联办也都设灵堂 澳门行政长官何一成、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口华 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 前行政长官崔细安等到场调宴 无线电视记者曾经报报道 转他疫情 本港新冠病毒个案近三个月以来再次破万宗 新增10137宗 再多15个患者离世 本地个案占9531宗 当局说自上个月中个案稳步上升 过去一个星期平均每日中数比之前一个星期升8.4% 污水监测方面 这两天的人均病毒含量远高过9月初的高峰 接近3月初即是第五波高峰市的数字 院舍確诊数也高于8月底9月初的高峰水平 719间学校情报1284宗阳性个案 有19间学校各有一班有聚集个案 停面授货一个星期 输入个案新增606宗 当局说过去几个星期输入个案的数字比较平稳 另外再多15个患者离世 过去一个星期有115人死亡 比之前一个星期急增4成7 政府说仍然密切监察疫情变化 现阶段不会改变任何的防疫政策 其实政府一直都是用一个精准抗疫科学的数据 去看情况是如何 而且我们也看得挺紧的 所以希望在疫情的变化 很微小的变化时 我们也可以很快地掌握得到 现时我们都觉得还有空间 可以观察多一会儿 看情况是如何 所以相对而言 我们其他的社交距离措施 那些全部都不会放宽 这一刻我们也都 集围也都未去到一个要收紧的地步 合资格人士即日起 可以接种伏必泰二价疫苗 政府说至今有大约3万1千人预约接种 负责疫苗接种计划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 杨何培恩 早上在中大医院行政总裁冯康的陪同下 到中大医院社区疫苗接种中心 视察第一日的接种情况 他说多个接种二价疫苗的接种点的名额 仍然非常充足 由指气温染住下降 確诊数字仍然在高位 市民要为病毒活跃的冬季做好准备 特别提醒50岁或以上的人士 尤其是长者 按时接种新冠疫苗 即日起社区疫苗接种中心 各接种站 普通科门诊诊所等 都有为12岁或以上的合资格人士 提供接种伏必泰二价疫苗 内地新冠疫情稍微回落 新增3万5千多宗个案 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说 Omicron病毒的致病性减弱 要持续完善防疫措施 新增的3万5千8百宗里面 广东占最多有7,914宗 占全省病例近九成的广州 多区调整灌控措施 在海珠区 除了持续发现新病例的 鹿干酸等的城中村 仍然列为高风险区 需要继续维风管理 其他区域已经解放 市面人流明显增加 商场亦都照常开门营业 不过有市民就说 下班仍然需要检测证明 希望当局家开检测点 不用集中去医院检测 心情肯定是自然好很多 起码不说什么 有工丝 起码有量测 单位现在他就要求 他那里就要求 叫今天所有人 12点前完成核心 其实你演不演开 那点要收点快 我们都接受的 重庆新增6639宗 北京感染数字突破5000宗 大约400宗是社会免个案 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 星期三在国家卫健委召开座谈会 内地疫情防控面临新形势 新任务 要持续优化防控政策 走小步 不停步 不断完善诊断 检测 收治隔离等的措施 加强全人群 特别是长者免疫接种 加快治疗药物和医疗资源准备 多地近日已经调整核酸检测政策 混合长期居家的长者 每日上网课的学生等 没有社会免活动的人 不用每日核酸检测 无线电视记者 陳雪仪报道 最新消息 前国家主席江泽民追悼大会 将会在12月6日早上10点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有四一阵 稍后回来还会报道 黎智英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案件 页后到今个月13日再讯 回来新闻时间 日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案件 朝早在高等法院开庭处理 律政司要求押后案件7日 法官将案押后到今个月13日再讯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朝早由囚车押送到高等法院认讯 他和三间《苹果日报》相关公司 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 大批警员在法院外持枪计备 案件原定朝早开審 但是黎智英聘请英国大律师 Timo雲来香港代表抗辩 律政司反对并且提出上诉 中审法院拒绝批出上诉许可 行政长官李家超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 厘清没有本地全面执业资格的律师 或者大律师是否可以参与港区国安法案件 又认为应该等释法之后才开庭审理 律政司副刑事检控专员周天行 在开庭的时候建议将案件押后7日 黎智英等被告都没有反对 周天行进一步解释说 今次是第一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 就国安法做解释 也获得中联办、港澳办等广泛支持 相信人大常委会会接纳 又说特首提请释法 不止关注海外大律师的问题 而是有关国家安全的问题 又尊重人大常委会有权利释法 指定法官道立兵就反问 只是押后7日是否足够 会不会计划要求押后更加长的时间 另一个指定法官李运腾就说 不希望控方在7日之后再申请押后 周天行就说相信7日之后 会获得人大常委会答复 到时会知道案件审讯的时间表 由于审期需要另行排期 各个法律代表会再了解 适合审讯的档期 法庭将案件押后到今月13日再处理 法庭要求律政司一方 在下次开审前一日的中午之前 就按案件提交时间表等进一步的资料 至于黎智英聘请的英国大律师 提摩云未有道庭 辩方透露他需要就黎智英案 申请延期工作签证 但说入境处仍然未处理 报线电视机者 侧阅文部导 三个女人先后在佐敦一家美容院接受浴毒 的针剂调查 据悉警方暂时以无牌行医 协助无牌行医等罪 拘捕4个35岁到77岁的男女 当中包括早前涉嫌难发免针止 被控三项不承察使用电脑罪的 私家医生大港城 他早前莫准报息 涉案的私营美容 上星期开始先后有三个女人 在注射浴毒赶菌之后 相计出现嘴角僵硬 视力模糊 言语不清等的情况 怀疑医院性浴毒中毒 要送院治理 卫生防护中心日呼吁 去过涉事美容院注射同类针剂的人 如果在几日 甚至几个星期之内 出现神经系统受损的症状 例如是视力模糊 声音沙啞 吞烟 雪话或者呼吸困难等等 应该要尽快求医 卫生防护中心也设立查询热线 职员会为致电的市民评估情况 再作跟进 浴毒赶菌现时在香港 属于注册药物 卫生署提醒市民注射之前 应该先了解潜在风险 和可能出现的病发症 如果曾经对浴毒赶菌毒素过敏 或者打算注射的部位有感染发炎 就不应该注射 也应该只是由注册医生处方和注射 报纸现实记者 刘晋玉博德 中国驻英大使馆 据报计划将几年前买入的 英国王家注币厂构纸 改建成新管社 引起附近的居民不满 由居民要求英王查理斯三世介入买饭 比伦泰布斯河家英国王家注币厂构纸 坐落伦敦塔对面 土地面积六万五千平方米 具有历史价值 英国王家财产局 一零年将它卖给地产商 并在一百年 据报已超过二亿五千万英镑 转售给中国驻英大使馆 英美等传媒近日报道 中国正有意将这里 改建成新驻英大使馆 当地议会规划委员会 当地星期四讨论 并决定是否批准有关申请 不过计划就引来附近居民反对 据报他们在去年才知道 那里已经由中方买入 由于中方买入这片地的时候 同时包括那片地上 一栋大约有100个单位的住宅大厦 受影响的居民都忧虑到时中国官员 将会有权进入他们的家 也忧虑若有大使馆设在这里 除了会经常出现示威 也都令他们成为潜在恐怖襲擊目标 受影响居民要求当局厘清 计划若果一获通过 中方官员中拥有什么权力 又要求政府就计划的安全问题 展开审查 由居民甚至去信英皇查理斯三世 要求举加入买回那片地 议会发言人回应说 中方在买入那里的时候 已经将业权转交中国政府 但强调改建成大使馆的计划 并不包括民居 无线电视机构也完全不到 神周十五号三位航天员 会在中国太空站逗留大约半年 他们都各自带了私人物品上太空 一起看看有些什么 神周十五号三名航天员 都喜欢连书法 写得一手好字 佐伊科研人员今次特意帮他们 准备了多一些的毛笔和孙子 令他们在太空中都可以大献身手 首次上太空的邓清明就说 会带家人的私人物品 想理解私乡之情 比如说家人的照片 我外甥的一些小的玩具 我们有天理通话的时候 我可以用他喜欢的玩具 是吧 给他暂时暂时 给他互动一下 这首歌就是张鹿为今次 神十五任务亲自创作的歌曲 喜欢唱歌的他说 会带唱契神器上太空 然后我还带了两个 一起的卡拉OK话筒 可以唱歌 然后我个人还带了一个扣琴 三个人驻楼太空站半年期间 将会迎接天洲六号货运飞船 和神洲十六号载人飞船 并验证货物器集仓出仓工作模式 以及进行几十项的太空科学实验 无线电视记者曹嘉永报导 随便是在这边的下方 和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也比较整好 因为一天很大 下方的一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